今天是公司聚餐 稍微化一个小妆 然后带点视频 臭美一下 去吃日料 有剩余片啥的 说是也说也烤肉 剩余片我都不太感冒 但是因为是聚餐 所以也是硬着头皮上了 然后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日本公司聚餐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我也是第一次 有点小紧张 然后走之前 给孩子们把这个饭做好 做了一个甜甜的鸡肉 红烧的甜甜的鸡肉 因为是爸爸帮我看孩子 所以给他们把饭做好吧 估计回来的会有一点晚的 我现在是大概五点多聚会 我估计也到七八点了吧 给他们做一个甜甜的鸡肉 我还都喜欢吃 看看 这个颜值还是可以的吧 我们老家叫糖炒鸡 糖炒鸡肉 还可以吧 我和我的打工小伙伴们 都到了这个吃饭的地方 他们都是日本人 给你们看看这个饭店 这个饭店只有50个桌子 这个类似于居酒屋 来这里基本上都是喝酒的 你们看看 这个浓密后代就是啤酒放蹄 大部分都是生鱼片什么的 这些生鱼片我都吃出来惊艳了 我只能吃三文鱼和金枪鱼 哇塞这个是啥告诉你 就是他们的一个国酒 然后250日元 不限量你喝 今天我的同事们穿的都挺时尚和休闲的 之前在工厂上班的时候都精心打扮了一下 它这个饭店 就是属于叫做撒卡纳的一个道场 就是说鱼的这么一个 专门吃鱼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们看看它这门口 新鲜度低的鱼 这个应该是鱛鱼 像这种喝酒的地方 基本上是晚上5点左右才开门一夜 给你们看看日本的这个拖鞋文化 无论去哪里 反正只要上这种榻榻米的地方 都要脱鞋 这个着实有点麻烦 一会儿穿一会儿脱的 反正他们日本人是真的不嫌麻烦 这个桌子就是可以坐十来号人 然后下面是空的 然后这个台子上 看看因为现在是特殊时期 就是有一点格挡的 但是我们基本上 因为都是天天在一块工作的 所以都会把这种格挡的给它去掉 这个坐垫叫扎斧 你看看这种饭店的厕所 弄的还是挺干净的 他们的这个厕所呢 还是打扫的比较干净 看看这一溜海 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 客人一来 从这里点酒 他们都是在这里坐 坐好了呢 往外上 这个真是个喝酒的地方 可惜往前不能喝酒 日本人真的是蛮喜欢喝酒的 他们喝啤酒啊 然后果酒类比较多 适合那些人少的呀 或者是一家三口 在这里吃 估计他们已经帮我点上了 我帮我点了一个 是这个零度的这个啤酒 这个呢 它不是啤酒 它只是有啤酒味的 这么一个没有酒精的啤酒 它的这个颜色和口感 那跟啤酒是一模一样的 很多同事都是自己开车来的 他们都不喝酒 然后喝一些茶呀之类的 开始上菜啦 这个呢 就是一个炸的虾 然后呢 同事正在切的是一个玉子烧 哎呦我的天呢 剩鱼片的这个船来了 这个看得我有点肾的 我只能吃这个红色跟黄色的那个肉 其他的我都吃不了 这个海带我还是能吃点 红色的那个肉是金枪鱼 然后呢 橘黄色的那个是三文鱼 我都是可以吃的 至少它不腥的 然后这个同事在切的是这个玉子烧 它它的这个玉子烧还是蛮有名的 你们看这个戴帽子的 就属于我们的这个主管 给尝一个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这个炸生蚝 要蘸一蘸这个特殊的酱料 然后呢 这个是在他日本是叫烤鸟 就是鸡肉串 我的这些同事们都非常的可爱 来吃一口金枪鱼 金枪鱼的肉呢 比较细腻还是挺好吃的 然后日本人呢 特别喜欢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炸 像这个你看 炸海苔 天哪 炸海苔 我是第一次吃啊 粽子叶在他们这用来做装饰 今天发现一个好吃的东西 这个是炸鱿鱼丝 这个太好吃了 你看看是什么样的啊 这种呢也叫天妇罗 刚炸出来可烫可烫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油的原因 特别的清淡 然后炸出来的东西呢 一点都不油腻 而且特别好吃 这个炸鱿鱼丝啊 我自己一个人吃了两碗 太好吃了 配上他们的这个小酱 还有这个炸的生蚝 给你们看看这个里面啊 他配的这个酱呢 是这个蛋黄酱 然后蛋黄酱里面加了洋葱啊 还有黄瓜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自己配的那种 其实我之前蛮不喜欢吃这个牡蜜的 感觉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后来呢 就吃着吃着也就挺接受的了 这个也是我点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吃点啥 这种东西我还是可以吃的 然后呢 有一个同事住在很远的地方 他要先走了 其实今天的聚会啊 就是这个主管 给我们聊一聊工作的情况 问问我们将来以后 想在这个工厂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说是聚会啊 其实别有用心哦 我以为是单纯的吃吃喝喝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会认真对待我的工作的